一场莫名其妙的大火,一个神秘现身的刺客,让声势浩大的殿京大会危机重重。 借人,不得不采取行动,来保证玄奘的生命安全。 危机之中到底隐藏着什么样的玄机? 玄奘以命相夺的辩论,又是什么样的结果呢? 请听复旦大学强中教授继续讲,玄奘西游记之,危机重重。 玄奘西游记之,危机重重。 上期节目说到,近日王朝。 请听复旦大学强中教授继续讲,玄奘西游记之,危机重重。 上一讲我们讲到,整个会场啊,居然鸦雀无声,到了第五天一直无知,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两重因素,建日王明确的态度,对玄奘的支持,还有玄奘本身的学养,和玄奘本身对辩论技术的如火澄清的掌握, 也使得当时的印度高僧觉得不大好对付玄奘。 那么既然如此,岂非万事大吉吗? 你连续五天不是没有人出来吗? 那么玄奘岂不是轻而易举的功成名就吗? 岂不是轻而易举的捍卫了大乘的佛教和纳兰陀式的声誉吗? 事实是这样吗? 场面真的就那么太平吗? 那些学问也非常高深,信仰也非常坚定的, 小秤和外道果然就束手无策,闭口无言吗? 尽管历史的记载非常的纷乱复杂, 但是只要经过专业训练,当然是离不开的就是, 经过足够的专业训练,经过细心的爬梳, 我们可以肯定的说,不是。 实际上有一股汹涌的潜流, 甚至是非常危险的潜流, 在对着玄奘法师汹涌其来。 这个场景连续五天没有人出来, 场面从轻松就慢慢的变成了奇怪, 从奇怪慢慢的变成压抑, 从压抑慢慢的变成了诡异, 这个场面就很诡异了。 然而,这只是一些表象。 我们讲的这股潜流, 为什么我们说危险呢? 为什么说我们说它汹涌呢? 这是什么样的潜流呢? 又有多么的危险呢? 印度的宗教派帝多如牛某, 其中极端派也不在少数, 连续五天无人应战, 是不是就意味着玄奘的论敌们会鸿手相让? 翻开大唐西域纪, 我们惊奇地看到, 就在大会期间, 曾经突然发生了一场莫名其妙的火灾, 大火从宝台那边烧起, 一直蔓延到玄奘法师, 戒日王, 九摩罗王和全印度顶尖大师, 汇聚的这个汇场的大门口, 而且把汇场大门给烧掉了, 突然有这么一场大祸, 这是一场突如其来的大祸, 为什么我们说它突如其来呢? 从历史记载来看, 大家好无防备, 一点防备都没有, 手忙脚乱, 当时只顾向这个神佛祈祷, 求佛求神, 在场的各个派别的宗教的信徒, 各自求各自的神, 而慌乱到什么地步呢? 居然慌乱到, 连尊贵无比的戒日王本人, 都亲自参加扑火, 这难道还不足以证明, 这场大火都突如其来, 而当时毫无防备和绝对的慌乱吗? 火扑灭了, 大家看到这样的突发的异常情况, 却也在一时间啊, 不敢轻易的断定, 这场火因到底是, 那这场火怎么起来的? 是不是自然的火灾? 臭桥就在这种着了, 还是有人在放火, 当时大家不敢断定, 而戒日王, 所以历史上的伟大人物, 不要去轻易的翻案, 就是我们后人, 不要轻易的说, 就是什么了不起, 历史上都是编的, 有什么了不起? 你只需去体会史料, 你就会知道, 历史记载, 不是那么可以容易推翻的, 戒日王留给我们的印象, 就是印度的一带冥王, 是非常厉害的一带王, 他在这个情况下, 亲自参加扑火以后, 他朝着在场的那个十八个国王, 还有好多啊, 僧人, 问了一段话, 这段话透出这个人的厉害, 他怎么问的呢? 忽然遭遇这样的灾难, 把我辛辛苦苦建造好的, 用来举办这次大会, 举办完大会, 我准备留给后代的, 如此辉煌的建筑, 给我烧掉了, 这是上半句, 下半句, 做这些事情的人, 到底想干什么? 这是借日王很厉害的一个局势, 这个问题厉害啊, 为什么我们说他厉害啊? 因为这个问题本身就表明, 借日王并不认为这是一场天灾, 他没有认为这是一场天灾, 或者是无意的失火, 借日王其实内心已经认定, 这是一场有目的的, 有计划的, 有针对性的人祸, 这是第一个厉害, 借日王的态度跟你明白表明, 第二个厉害, 借日王并没有, 也好像并不在乎, 急于寻找答案, 谁放的货, 谁干的, 他不急, 这个问题一问出来, 问得如此的犀利尖锐啊, 问得在场的那些头面人物啊, 都觉得盲刺在辈啊, 觉得这个好像借日王有点来意不散, 回答起来啊, 这十八个国王啊, 谨小胜微到了很可笑的地步, 万分的谨慎, 回答都是亡顾左右而言, 他说了等于没说, 基本不着编辑, 这些人信仰本来就不一致, 再说, 这样的事情也未必就那么容易拿到证据, 在现场, 同时, 大家心里也都明白, 这场火灾来历蹊跷, 可是借日王并没有按照常规来行事, 也就是说, 没有利用国王的权威, 骤星大狱, 追查, 起码是可能存在的众国犯, 而是截断重牛, 快刀斩乱麻, 干脆把问题挑明, 借日王认为, 这场大火就是冲着玄奘来干, 但现场有几十万人, 来自不同的宗教派地, 有着不同的信仰, 想马上破犯, 一下子抓到纵火车, 无意与大海挠针, 那么, 借日王采取了什么样的措施, 来保证玄奘的安全, 他颁布了一道玉子, 口气极其的严厉, 这道玉子呢, 被保留在我们汉文的记载当中, 这道玉子的大意是这样的, 他呢, 首先指责, 这会场当中某些人, 他心目当中的某些人, 他说某些人啊, 心里怀有意见, 心胸狭隘, 而支那国的高僧, 来到这里, 气度恢弘, 学问渊博, 论辩严谨, 他之所以来到印度, 就是为了来降服这些恶魔, 那么按照印度的传统, 恶魔并不一定是指具体的某一个魔鬼, 而是指人的心魔, 也是恶魔的一种, 那么戒日王说, 他来就是为了降服这些魔鬼的, 而你们中的某些人, 居然不仅不知道忏悔, 反而起了很歹毒的谋害之心, 是可忍, 孰不可忍, 戒日王接着呢, 就发出三条警告, 三条意见吧, 两条警告其中, 第一条, 他直接了答, 把话给挑灭, 有谁胆敢在谋害支那国高僧的, 我就砍掉他的头, 这是第一条, 第二条, 有谁胆敢任意谩骂污蔑支那高僧的, 我就剁掉他的舌头, 那这么说, 岂不是, 你就不让大家讨论了吗, 那你讨论当中, 大家语气都很激烈, 难免要有两句比较激烈的话, 那也不是, 戒日王的第三条就是, 正常的, 学术讨论和宗教理论的争论, 不受任何限制, 也就是戒日王, 先不管这场火是怎么起来的, 也不管这场火是谁放的, 他先指明了, 你们别惹, 别去招惹这位支那国的高僧, 戒日王为什么会颁布这样的一道玉址, 在整个案件, 如果是案件的话, 当然他也有可能是一场自然的火灾, 不小心失火, 姑且假设, 就算他是一个案件的话, 根本还没有破案啊, 戒日王为什么就要发布这么一道, 针对性非常明确的预纸呢? 我想戒日王是有不得已的苦衷的, 首先我们强调过, 在场的人那么多, 情况如此之复杂, 要想在短时间之内找到确定的这个纵火者, 绝对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 戒日王很清楚这一点, 那么接下来第二点, 既然整个案件不可能在短时间之内水落石出, 而这样的大会, 在印度的传统当中, 是一个举国盛事, 是倾全国之力来举办的一场大会, 当然不能轻而易举的, 受到一点点还不十分明确的威胁就停止, 不能让他随意终止。 第三点, 不管这场大火是否冲着玄奘来的, 不管, 但是非常明白, 作为这场大会的主角, 我们讲过论主的玄奘法师的人身安全, 是必须百分之百的确保的, 否则这场会议谈不上了, 连论主都被谋害掉了的话, 这是第三点。 第四一点, 按照印度的传统, 任何一个国王, 他有义务, 也就是说他必须保护和支持一切宗教, 戒日王对大乘佛教的偏谈偏好, 早已是世人皆知, 所以他会补上这么一句, 就说只要是学术讨论我不管, 敞开讨论, 所以戒日王在一种很复杂的心理背景之下, 颁布了这么一道严厉的预制, 这样严厉的预制, 当然会让潜在的玄奘法师的反对者望而止步, 因为面对的是态度那么明确的国王, 根据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的记载, 近十八日无人发论, 不光是五天, 接下来的十三天, 一共十八天之内, 居然就没有人站出来跟玄奘讨论, 那这么看来, 这个会议就已经是尘埃落定, 太平无事。 连续十八天无人应战, 看样子悬账胜权在播, 就在这个时候又发生了一个意外事件, 边境大会还能够继续进行吗? 根据大唐西域记的记载, 我们前面讲过, 似乎十八天没有发论, 好像就太平无事了, 大神使法师传留给我们的是这个印象, 其实不是, 在大唐西域记里边记载了一件事情, 什么事情呢? 就在那一场来历不明的, 来势汹汹的这场大火之后不久, 发生了非常奇怪的事情, 戒日王啊, 突然的大发雅信, 率领一些国王高僧啊, 就登到了这个高塔上面啊, 去眺望风景, 雅信大发, 正在戒日王从塔上游高望低, 一步一步一步走的时候, 也就是说游览完毕了嘛, 在下台阶的时候, 突然迎面冲过来一位刺客, 手上拿着利润, 直扑戒日王, 也就是说存在过一场刺杀事件, 戒日王当然狼狈不堪, 一下子暴露在刺客面前, 就完全没有防备, 而周围的人呢, 又因为宝塔道路的狭窄, 被隔绝在别的地方, 但是戒日王是一位酒精沙场的一位冥王, 所以他在刚开始的一点点惊慌以后, 马上就镇定之落, 临危不惧, 他怎么做的呢? 他马上扭回头, 再往上爬楼梯, 他本来不再下来吗? 那这样的话, 就确保了他自己的位置, 一直高于这个刺客, 也就是刺客拿着一把短刀, 要从上往下刺杀他, 而戒日王抬一抬腿, 就可以一脚踹到刺客的脑袋, 他始终保持着这种对刺客居高临下的态势, 经过搏斗以后, 把刺客给擒获了, 当然也有可能旁边就有一些人围上来把刺客擒获了, 当时的大城, 这种慌乱啊, 那是很难形容的, 那我们来想象一下, 这基本上就是一幕印度版的金科赤瓷王, 就这样一个场景出现了, 接下来的一幕, 我先给大家把历史根据史料尽量复原了以后, 我先给大家来描述, 然后我们一起来观察这当中有什么疑点, 有什么蹊跷, 在玄奘法师的这次娶女城大会的过程当中发生的事情, 活着了刺客, 首先, 在场的国王, 那些十八国的国王啊, 疯疯大叫, 叫什么呢? 叫戒日王赶快把这个刺客给杀掉, 斩首, 戒日王不, 戒日王是非常老道的一个国王, 他不, 他先审问, 而且他是亲自审问, 不接受旁边的国王, 要求尽快处死这个刺客的要求, 变境大会再次陷入危机, 居然有人敢刺杀印度排流第一的戒日王, 戒日王将如何处置这个刺客, 火灾和刺客事件的背后, 到底隐藏着什么样的玄机呢? 他就问这个刺客, 他说我有什么对不起你的吗? 你何以要对我下如此的毒手呢? 历史记载下来, 这个刺客的回答是这个样子, 非常有意思, 大家听听, 那刺客说, 哎呀, 大王啊, 他说您对我是大恩大德, 您又没有私心, 中外都受到您的恩惠, 但是呢, 因为我狂妄, 而且愚昧, 我听信的那些外道的蛊惑, 没有什么大的见识, 所以充当刺客, 打算刺杀大王, 那戒日王又接着问, 哎, 说那些外道何以想刺杀我呢? 刺客的回答是, 大王您召集了各个国家的这种国王, 大臣高僧耗尽了国库来供养沙门, 铸造佛像, 而外道呢, 他们也响应您的召唤, 也千里迢迢从四方云集到曲女城, 您是既不接见也不过问, 外道觉得很羞耻, 所以啊, 叫我来行凶刺杀, 很明显, 没有费很大的力气, 这位当初就是孤身一人, 刺杀戒日王的刺客, 好像这个人没有什么很强的意志力, 很快就招供了, 那么戒日王, 当然就顺藤摸瓜, 查到了有五百多个婆罗门, 组成了一个阴谋团伙, 而这些婆罗门, 都是一些学问高僧的人物, 对戒日王推崇佛教, 尊重沙门, 感到嫉妒和不满, 所以呢, 先用火箭放了前面这场火, 就是用火箭远远的射过来, 射在这种木制的建筑上, 前面一场火就是他们引发的, 此计不成, 就派出这个刺客, 那么这样就好像一下子把两岸子都破了, 给我们的印象, 然而在这里我们就不能不对当时的历史, 有一点怀疑, 整个的事件, 整个的事件的过程, 刺客的出现, 刺客的抓获, 刺客的审问, 刺客的供词, 都难免给我留下一种比较蹊跷的感觉, 另外, 在大唐西域记里头, 当他描写, 借日王, 抓获这位刺客的时候, 特意用了四个字, 叫什么? 疏无分子, 也就是说, 借日王居然脸上啊, 一点点愤怒的表情都没有, 那留下了这么四个字, 这就更要引发我们的怀疑, 当然, 我们不能排除, 借日王可能的确是心胸开阔, 大慈大悲, 但是这种解释啊, 总归让人有点摸不着底, 我们换个角度看看, 似乎也很有可能, 是另外一个情况, 什么样一个情况呢? 借日王在短暂之间, 没有办法查获前面的这场众谎案, 而他也知道, 自己对佛教的支持, 引发了国内很多婆罗门外道的不满, 对他经常有些不满之词, 他肯定也听到了, 而在这个时候, 他内心基本认定, 这一场火可能就是外道放的, 因为很简单, 佛教徒是不会放的, 同时, 他也正好想借此机会立威, 所以啊, 也完全有可能, 整个这个就是一幕戏, 就所谓这个刺客的派出, 到刺客的抓获, 到刺客完全几乎是按照, 借日王的心愿, 提供供词, 让借日王去抓人, 而基本就是一个, 这样的一个可能性也是有的, 这种推断, 还得到了借日王, 对刺客的处置方法的支持, 这话怎么说呢, 大家想一想, 一个刺客, 你刺杀国王, 在全国性的那么重要的大会上, 你刺杀国王, 你再怎么样, 死最难免, 只不过让你死得舒服点就是, 他不要过于残酷的折磨你, 这就算天恩了, 但是借日王居然没有处使这个资格, 也就把他不明不白的就放掉了, 但是借日王马上去抓着五百个婆罗门, 就抓这么一个巨大的团体, 严厉的惩罚了里边为首的人, 那么这个团伙有首领的嘛, 首领被严厉的惩罚了, 而且把这五百个婆罗门剩下的全部赶出印度国境, 这才算了结了这件事情, 所以历史的真相我们永远无法再了解, 但是这里边的疑惑, 我们当然有权利提出了, 用苦肉系对付火烧连连, 以非常手段根除施放案件的对手, 借日王已毒攻毒, 用心良苦, 那么重重被挤过后, 这场声势浩大的汴京大会, 最终结果是什么呢? 那么, 曲女臣大会的官方的正式结果是什么样的? 结果, 当然是由借日王宣布玄奘获得胜利, 最后玄奘是赢了, 在宣布玄奘获胜以后, 玄奘发表了一大段讲演, 当然是称颂赞叹大臣佛教的伟大, 这一段讲演使得当场很多的外道和小秤信徒转而改宗佛, 改宗大臣, 转而皈依大臣, 这在印度也是常见的, 就是一场辩论结束以后, 很多人会马上皈依圣房, 很浮善, 他们都在旁边旁观, 发现你这一派的理论佛理比较高深, 我就改宗了, 在印度是很普遍, 这么一来, 当然就更让倾向于大臣佛教的借日王刮目相看, 所以根据记载, 借日王当场就施舍给玄奘, 金钱一万, 银钱三万, 上等衣服各种法衣一百套, 那旁边还有那么多国王呢, 还有旧莫罗王和十八个国王呢, 最起码十八个, 当然也随喜大量的施舍, 但是玄奘谢绝了一切物质上的施舍, 玄奘没有接受, 这一点记载上很清楚, 不过玄奘虽然也表示了这种, 辞掉了很多东西, 表示了这种极其谦虚的这种高尚的态度, 但是他接受了一样的东西, 接受了什么呢? 非常有意思, 按照印度的, 他第一, 他接受了什么? 第二, 他又是怎么接受的? 所以我说玄奘法师是个了不起的, 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来, 他赢了, 谢绝了所有物质方面金钱的施舍, 但是他接受一样东西, 按照印度的传统, 辩论的盛方, 他要得到一种礼遇, 这个礼遇什么样呢? 要装饰起一座大象, 挑一个很漂亮的大象, 挑一个很高贵的大象, 装饰好, 在大象的背上, 装饰起光辉灿烂的宝座, 请玄奘坐上去, 派大臣, 有时候是国王, 步行跟在这头大象前, 在街上巡游, 要高声赞叹, 称颂向背上这位大师所取得的伟大胜利, 这是印度的传统, 印度的传统同时也提倡, 而且也允许这位赢的人坐在向背上, 也自己唱自己的战歌, 这也是可以的, 我赢得多漂亮, 我多伟大, 这都是可以的, 这印度传统是可以的, 有时候可能我们看著是过分谦虚, 其实心里蛮得意的, 但印度是允许你把得意全表达出来的, 戒日王, 当然就按照这个传统, 全部准备好了, 但是很有意思, 从记载来看啊, 我们的玄奘法师啊, 他自己没上这个, 没骑上这头大象, 为什么呢? 我们看到, 是有很多大臣, 举着玄奘的袈裟, 玄奘自己没来咯, 就举着玄奘的身符, 大声的宣告, 赞叹, 穿这件衣服的人, 取得了伟大的胜利, 那我们就可以发现, 玄奘法师, 第一, 我接受你这个荣誉, 这个荣誉是我应得的, 第二, 我本人不出席, 本人不出席, 大家想, 是表示一种谦虚呢? 还是表达一种反面的意思呢? 由大家去说, 反正玄奘法师没出席, 所以继日王他的很多重臣, 就这样来赞颂着玄奘的功德, 赞颂着一位来自异国他乡的高僧, 在全印度最高规模的学术辩论当中获胜。 按照印度的规矩, 如果在汴京大会上获胜, 各派教徒就会主动给论主奉上尊侯, 那么经历了重重危机之后, 玄奘获得了什么样的荣誉称号呢? 这又意味着玄奘在佛教界拥有了怎样的地位呢? 这个时候, 印度的众多的宗教界人士, 就纷纷给玄奘要奉上尊号, 要尊称了, 你比如今天答辩完了以后, 当然今天不严格, 照道理马上就要改称呼了, 比如你博士人文通过, 刚开始的时候欢迎同学你来答辩, 等你通过了我们就要鼓掌, 某某博士, 因为你已经通过了, 要换称呼了, 记录下来玄奘的称号有两个, 第一个是大乘佛教徒称玄奘为摩赫严纳提婆, 大家还记得吧, 当时玄奘在南南陀寺应对打上门来的这个声音的时候, 他说自己的名字叫摩赫严纳提婆奴, 摩赫严纳就是大乘, 提婆就是凡文的Dava, 天, 大乘里边的顶级人物, 玄奘那时候牵称自己是大乘天奴, 我只不过是大乘佛教里边顶级人物, 是界贤法师嘛, 南南陀寺的院长嘛, 我只不过是大乘天身边的一个奴仆, 而现在全印度的大乘生人直接称玄奘为摩赫严纳提婆, 而小乘佛教徒呢, 也给玄奘敬上了一个尊称, 叫什么呢? 叫摩赫严婆, 我们还记得在秋辞的时候, 玄奘跟摩赫举多有一个辩论, 那么摩赫举多叫Moksha Gupta, 那就是解脱命, 或者叫解脱户, 也就是我保证能得到解脱, 而摩赫严婆就是Moksha Deva, 解脱天, 也就是说小乘佛教理, 他也是顶级人物, 有两个这个称号记录下来, 玄奘你获得这两个称号为标志, 达到了他悉心求法, 留学生涯的顶峰, 我说过我们恐怕在历史上再也找不到第二个留学生能够达到玄奘所能达到的高度, 我们知道玄奘在参加曲女城大会之前已经决定回国, 并且也已经正式的向那兰陀寺的私友告别过, 而且玄奘看来也把多年留学印度收集的佛经, 佛像和行礼随身带到了曲女城, 玄奘圆圆满地结束了自己的留学生涯, 维护了纳兰陀寺的声誉, 维护了大乘佛教的声誉, 当然也树立了自己的崇高声誉, 现在已经到了最合适的回国的时候了, 就在大会结束的第二天, 玄奘就向戒日王辞行, 表达了急于回到自己的祖国, 大唐的心愿, 那么戒日王是不是答应了玄奘这个请求, 玄奘是在怎样的一种情况下, 开始了回国的旅途, 请大家听下一讲, 谢谢。 玄奘辞泄泻了印度众王的苦苦挽留, 终于踏上了东归祖国的路程, 15年前的西游之路充满艰险, 九死一生, 那么玄奘的东归之行能不能一路平安呢? 玄奘在东归大唐的路途之中, 又遇到了一些什么神奇的事情呢? 请继续收看, 复旦大学前文中教授讲, 玄奘西游记, 东归一时。